好 玉柏 現在看到這些資料 有法律問題了嗎 好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從一開始他們提供的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就在討論 他們這個起手師就非常的奇怪 你的帳用什麼 製作廢儀式 你現在是在家裡裝潢 弄馬桶弄浴缸嗎 然後呢 所有東西服飾一批 我們其實你做檢調的 你大概看到這個 你就知道說這一定有問題 你這稀哩呼嚕嘛 什麼叫儀式一批 商品一批 你這東西來講 就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了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沒有看到的一個衝擊 大家覺得說你這個東西 今天來講的話 時熱的一個聲明 你以為說他只是說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我沒有拿到錢 其實這個後面都有法律的問題 為什麼他告訴大家說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並沒有提供這個轉播服務 這重點是什麼 一間公司你開下去之後 你可以允許的營業項目 就是那幾樣 你不是營業這幾樣的 你不能開發票 你不能開發票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來開這個發票出來 那你今天來講 我根本開不出發票來 你怎麼寫我們公司有這500萬 那我們這公司有500萬 我又不能開這發票 那你的會計師 你去哪裡拿發票 對齁 你去哪裡拿發票 你發不出來嘛 你剛剛講的 我現在所有的賬 我應該都是根據發票報的 那如果說我這個發票報不出來 我的會計師怎麼可以把這個帳給列進來 對 我的公司就沒有這個營業項目 我沒有營業項目 我開不出這張發票來 我開不出這張發票來 你今天你的競選團不對 對 你怎麼有辦法寫出這個東西來 要比自己作品账 對 那你寫出了這個東西來之後呢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選的是總統 副總統 你這個是要有會計師簽證的 你要有會計師簽證 你去哪裡拿出一張發票來 你沒有發票 你這個東西你是簽合不過去的 你這個不是去買便當 拿這個小吃店的收據弄一下就好了 你這是五百萬一千萬的東西 你沒有發票 你的會計師是過不去的 那你現在來講 你盡量把這個東西給過了 你的會計師有認證的 有簽證的 你送到監察院了 那表示說一定有一張發票 那你這張發票哪裡來的 像 子樂就有講 他說我沒有場地出租跟我沒有關係 但我有活動執行費 所以導播開 活動執行費他說我有發票 但是你現在講的宣傳廣告費 我根本沒有 所以我根本沒給你發票 我沒有給你發票 剛剛講再強調一遍 活動執行費這是我的業務 所以我有發票 但這一個廣告宣傳費 我就沒有發票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所有的東西已經Bingo了 你開不出發票 你最後簽了這個帳 簽了這個帳 你中間竟然有辦法去認證 那就表示什麼 一定有一張神秘的發票 你沒有張發票 你沒辦法簽證嘛 那你這樣簽證 偽造文書 對 你這個簽證完之後 你又弄到了監察院之後 那你的什麼 你的犯罪行為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現在回頭來看的話 你至少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你欽债 因為當初人家 欽债 人家這筆錢進來 就是要給你去做的嘛 不是在那種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後面有沒有藏匿 你這500萬 只加10了沒有收到啊 那你又把這筆帳給列出來 表示說 你至少會有500萬 甚至上千萬的東西不見 那這些錢 如果你有藏匿的話 就是洗錢 這個東西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洗錢很嚴重 洗錢非常嚴重 要進去關的 所以你現在回頭來看 從他第一時間拿出來之後呢 其實法界人士 都已經在笑了 後面應該有得扯 我仔細看完這篇以後 我都零秒踢氣 我感動的無影附加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小嫂這樣子 不離不棄 對阿扁是這樣子 完全的人自一切 你如果從前面開始 我為了要幫阿扁做這個事情 我弄了一個公司 弄了一個公司以後 我要澱付 澱付了以後 我要錢 你跟我不讀不回 不讀不回 要是我早就給你翻臉了 他居然對阿扁 對阿伯呢 還是非常的痴迷 還是認為說 這個阿伯的最後一里路 我們還是選擇 陪阿伯 一無反顧拼一次 還講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阿伯真的是一個 認真負責很好的領袖 可是 一個會者 你把所有東西爬輸了之後 你覺得這個錢 他根本被坑了 因為實在太莫名其妙了 你看他做了多少事情 他囊括的開發設計 採購銷售一大堆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還是欠人家 他幫人家帶電 譬如說虎克船長 那個返蒂公司 他等於是下單給他們 他們生產完之後 是這家公司 立頂公司 他要先付了這筆錢 他已經付到沒有錢 跟家人借錢 所以大概12月9號 還在選舉的期間 他PO了這個文 他說什麼 我已經帶電 我已經沒有錢了 第二個 我手上滿手的庫存 我已經承受不住了 所以他打六折的情況下 出清 然後出清完之後 但是他對阿伯無怨無悔 還說他也是個很責任 這個領導人 他說他跟他的合夥人 張先生已經用盡一切的努力 帶電大部分的小物款項 交給廠商 其中我還跟親朋好友商店 即使這個樣子 我依然無怨無悔 而且為了配合阿伯 能夠在9月27號 第三波小物記者會曝光 他說他跟他的夥伴 不只辛勞日以繼夜的加班 我還北中南東的跑透透 而且人家還沒有拿到你的錢 還沒賺到你的錢 他就說我們如果有賺到 我還要捐15%給你 這個日期記住 2023年12月9號 你現在來看 這個阿伯他們會給木可公司 你看會什麼時間點 你看7月20號 製作選舉的物品 再來製作選舉物品 再來10月20號250萬 再來提到商品授權費300萬 11月30號 所以換句話說 你之前匯給了木可公司 這麼多錢 大概至少有700萬左右的錢 結果你有沒有匯給你的 所謂的利頂這家公司 沒有 如果有的話 人家不會說他要帶電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競選總部的錢 匯給了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卻沒有給他的一個 澳洲型公司 所以我剛剛講的 我連影音製作都給你了 製作費都給你了 我連胖卡宣傳租賓費都給你了 授權費製作 至少製作競選物品的錢也給你了 咖啡和中秋禮盒也都給你了 競選物品也都給你了 錢給你了以後 你竟然沒有給這個小女孩 所以換句話說 木可公司是什麼 是代收代付啊 從頭到尾 他根本只是錢進來錢出去 他根本沒有做到他講的那些事情 所以今天民眾黨的那個聲明稿 從頭到尾我認為都是有問題的 再來最可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所有 哦 450萬 450萬 100萬 這麼多錢在最後時間點不斷匯出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競選總部 你選舉結束有節餘款的時候 你要不然就歸國庫 要不然可能你只能捐給基金會 他現在連他自己的基金會都不捐 他要透過給木可公司 而木可公司是私人的公司 他到最後拿了這筆錢 賺了這些錢 要怎麼處理 是木可公司股東的事 現在掉出來一個木可公關 也就是科公關 我想這就是民間的事情嘛 這個私人事物很了不起 你說沒有 這個涉及洗錢 而且這個如果裁判下去的話 這才是真正的醜聞 寶良哥搞不好三大還沒出事 這個翻外偏 直接讓柯文哲先進去裡面 你知道嗎 這很有可能 為什麼 就是一個公關公司 這個私人公司 有什麼了不起嗎 我還先講給你聽 第一個 政黨請問現在能不能盈利 不能嘛 政黨法跟政治獻奇法已經明定 政黨絕對不能盈利 也不能自己做出販賣這種行為 唯一能夠就是說你出出版品 宣傳品 這種東西叫什麼 募款小物 所以錢最後要進到哪裡 要進到政治現金專戶 但你知道募可公司 現在特別在哪裡嗎 第一 他今年獲利 寶良哥你猜猜多少錢 多少錢 4000萬元 哇 莫名其妙先獲利4000萬元 再第二 他的登記地址你知道在哪裡嗎 在哪裡 跟柯文哲辦公室一模一樣樣 在台坡大樓 南京東路三段 一個在三樓 一個在二樓 再來第三件事情 你知道我們講 募可公關公司 這家的負責人是誰嗎 誰 叫做李文中 那你知道李文中的妹妹 李文娟 李文中 寶貴哥你知道是誰吧 不知道 之前北捷的董事長 柯文哲的大星星 他竟然找他妹妹 找他妹妹來去當 我們講的這個募可公司的負責人 那可不可以別問我講了吧 這個叫什麼東西 就這個 好不好不要我念出來 所以我就講 那這件事情怪是怪的哪裡嗎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 搬出來之後 第一 你4000萬到底是賺什麼東西 大家都以為說 哇你賣T恤嗎 對啊不是賣杯子嗎 賣咖啡嗎 對不對賣我們講的柯文哲的小物碼都不是 那個營利只有200多萬 那有趣啦 那其他的 那剩下3800萬 保留給你講 有一半你知道叫什麼嗎 叫授權費 你知道什麼叫授權費嗎 我今天木可公司賣柯文哲的東西 我竟然呢要授權 換言之你今天柯文哲 比如說民眾黨 你要使用柯文哲的肖像 柯文哲本人 要使用柯文哲的肖像 你只要選舉要用柯文哲的肖像 誰可以收錢你知道嗎 木可公司可以收錢 你有沒有聽過這麼荒唐的事情 我今天有一家 我開一家公司叫做寶傑公司 那寶傑公司呢 寶傑對不對 你要用你的照片在臉書上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收收權費 你有聽過這種怪事嗎 沒有 這是這樣 怪事 然後收了就不到一千萬兩千萬 就這樣拿進去了 這個錢就從政治獻記裡面 這個錢就從選舉經費裡面 他等於是 我用這個東西 把選舉經費 弄到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這個錢 又跑到哪裡去 不知道 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更有趣了嗎 這不就是標準的歐龍世道 就我開了一家叫做柯公司 我跟你講木可公司 就是柯公司 柯公司負責了 我找了我好朋友的妹妹來開 然後現在公司 可以跟我柯文哲本人 可以跟我民眾黨 收我柯文哲本人的肖像費 各位 你有沒有聽過 這麼離奇的事情 然後你說這個東西 難道會沒問題嗎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因為第一 現在最可怕的是說 如果說他是進行真正的商業行為 那我跟你講各位 這還沒話講 他還在法律邊緣 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你去看柯文哲民眾黨官網的臉書 都有貼錯什麼 他還要跟你講 募款起來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請這個好朋友 趕快來 贊助我們 他這樣寫對不對 就你知道連接點進去 會跑去哪裡嗎 跑去木可公司 是最大的問題嗎 選給木可公司 不能這樣幹 因為你今天要募款 你就是募款 你就是好好的 跑到政治現金專戶 你要賣賣東西 就說我今天就是 木可小物來賣東西 你不能想說我要募款 我要弄小物 然後最後點進去 是木可公司 然後民眾不知道 就把這個錢捐給你 他故意再把這兩者混淆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 你事情大條 如果洗錢罪成立 你就倒大門 我們知道金華城案 已經列為貪戶賜罪條例明的他之案 現在柯文哲已經被列為被告 你會覺得 那就是檢察官在辦嗎 可是重點是 你要看到台北政府的態度 你要看到台北市的資料 台北市的態度跟資料 是不是真的 可以入柯文哲與罪 那現在以前台北市政府 對這個都揮握抹聲 以前台北政府 根本不願意公布這些資料 可是現在 都已經把這些資料給公布了 甚至公布的時候 他說是由柯文哲前市長 親自簽合決行 公開展示的個案清策 關於清策裡面 這個細部內容 更可怕的是 這裡面創造很多的尾儀 而這個尾儀 都是柯文哲創造的 而這些尾儀 都有明顯的圖利事實 本來跟過去台北市政府 一直擔憂說 我如果辦了柯文哲 會不會也損及到 我自己底下的公務員 現在他們已經不管了 真的出重拳 為什麼 出重拳了 因為親簽這兩個字 根本不是簡蘇培講出來的 請問一下是誰講出來的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這份文件 你仔細看喔 台北市政府直接說 柯文哲親簽 覺醒 而且個案輕稱 共貴席參考 換言之 我直接跳樓大拍賣 把所有柯文哲做決策的證據 做決策的過程 通通提供給誰 那之前柯文哲是想說 那跟我沒有關係啊 那是經過很多的 都八委員會的審議 那有專案小組的審議 甚至也有都委會的這個審議 跟我哪有關係 可是今天看到台北市政府 都發局提供的資料 很明顯是 柯文哲前市長 親自簽合決行 而且簡蘇培 還一個一個系數跟你聽說 到底他親自簽什麼 我跟各位講 直接就一句話重點 沒有柯文哲 就沒有金華城隆基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是親自由民間所送的都庚案 換言之 怎麼可能可以打電話給電視市長說 我家想要都庚 我家想要增加隆基 馬上就跟你講 所以這是唯一一個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也是唯一在任內 替這些 我們講的金華城 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換言之 你送案第一次 都要去博委不過 對不對 保倫根知道他怎麼幹嘛 我找老師來教你 我叫委員來教你 以前台北市這些都庚案 或者這些這個案子 沒有民間機關提送的都市計畫變更案 對 是唯一的 柯文哲任內唯一 由民間機關提送的都市計畫變更案 換言之 白話文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私人的公司 我想要都庚 然後我送進去台北市政府 結果市長親自幫你安排服務 我市長當專員幫你接待 幫你處理這個案件 而且過程當中 你如果不懂 你如果不會 我還炒專家學者來幫你護航 所以你看整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仔細到一個點 每個時間點 柯文哲都有蓋印章 柯文哲都有簽名 包括他接受到金華城的陳情 包括他後來要求都發局召開 我們講的都委會跟都省會 包括到後來的甚至親自的公告公佔 全部都有誰 都有柯文哲的簽名 所以保傑哥這件事情 柯文哲要跑 根本不可能跑得掉 而且剛剛講的 他說這個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講得非常非常的仔細 他這邊講說 這所有的東西都是唯一的 而且 你特別找了學者專家諮詢會議 搞到半天其他 都沒有這種待遇 當然沒有為什麼 因為其實彭政生講了一句大白話 他說如果今天要送到都發局去都省會 一般的官員 一般的市府官員 根本不能夠要求說 我要他送就送 換言之 這應該是由整個我們講的 都發局或者是說 整個主管機關自己做判定 但請問這個個案是這樣嗎 不是喔 是柯文哲交辦說 請都發局來進行審理這個案件 而審理之後 保傑哥你知道都發局 第一次做什麼裁定嗎 駁回 他說這案件跟我不符合都發局條款 然後我怎麼幫你審 結果後來柯文哲說什麼 好不符合是不是 我讓都清華城再送一次計劃 而這個計劃這一次 需要你都發局找專家學者 也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唯一的諮詢唯一 好好的教他 跟他講怎麼送 跟他講怎麼處理 最後面反而言之 這個叫什麼 我就是要讓他過 我就是要讓清華城過 可是之前彭政生不是 他們講嘛 這個所有的負責要誰 是彭政生負責 因為他是都發會的 都委會的主任委員 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彭政生之前白指針 他說 他有人想要暗示 是柯文哲叫我做的 可是彭政生沒有 我沒有把責任推給柯文哲 彭政生有 他講兩件事情最關鍵 彭政生有推給柯文哲 對 我跟你講 他跟簡蘇培那叫唱雙王 為什麼 因為簡蘇培第一時間講說 彭政生說東西都是柯文哲簽的 彭政生馬上跳出來否認 那寶玄哥我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簡蘇培這一槍 如果沒有簡蘇培這一炮 請問一下彭政生會接受聯合報的專訪 有辦法接受媒體專訪 把整個事情講清楚嗎 他最近都沒有接受專訪 當然沒辦法 他最近都沒有講話 因為 他突然跑出來講話 因為你自己突然講話的人叫說 你有畏罪嫌疑 這是很不可情理 所以彭政生講了兩件關鍵的事情 第一 他說這一件事情之所以能拍板 是因為有一個叫做 最高首長的行政裁量權 那請問一下寶玄哥 最高首長行政裁量權是誰 那就柯文哲啊 他等於把一個鍋都推給柯文哲 先生 人家講 你說我推給柯文哲 我說沒有 我沒有講柯文哲三個字 可是我有講最高首長的裁量權 再第二件事情 彭政生在把這個鍋推給誰 他說 我跟你講啊 這個案件我根本不清楚 那我後來怎麼知道呢 我是因為看到結果 就是都已經審完之後呢 我說這個有符合都市容積獎率要件嗎 感覺沒有符合法律啊 都發局才回覆我說 是都發局處理的 而且是柯文哲交辦的 而且最後還說 如果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一切的結果要用柯文哲拍板 所以彭政生他等於刀切豆腐兩面框 一下推給柯文哲一下推給報告局 都跟他沒關係 當然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很顯而易見的 如果這個金華城案 從接收這個案件 到審查這個案件 到最後拍板這個案件 都是由柯文哲一個人做主導 那我請問一下寶傑哥 他能脫得了關係嗎 脫不了 當然脫不了關係嘛 可是他講說跟我沒有關係啊 對 我跟你講寶傑哥最妙的在這邊 你知道嗎 柯文哲其實在2011年 2021年的時候 11月11號那個時候 也接受到諮詢 但有趣的是什麼 事實上金華城這個案件 是在2021年10月份 就已經通過了 換言之那是通過隔一個月 你知道那時候誰質詢他嗎 苗伯雅質詢柯文哲 就你知道柯文哲說什麼嗎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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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都不知道 好好笑 案件你接收 你接收掛號的 他說我不知道 然後呢明明是你要求召開讀審會 我不知道 明明是我們講的 你拍板說要公關公展 最後是你拍板定案說 讓金華城 融計獎率可以到840% 當下他隔一個月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保安該請問一下 這叫什麼 死地五三百兩 這做賊心虛嘛 你不然你就直接大大幫幫 如現在講的 這個案子沒有問題 就我處理的啊 彭晨處理都可以 為什麼當時 柯文哲說要都說不知道 這個就是明白的在說謊啊 因為這個時間點 各位 11月11號 案件是10月通過 換言之 如果全程柯文哲都有參與 都有蓋章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應該說 我知道 這個苗波亞議員 你講錯了 這個案件 不是像你講的這樣 他是用都市條例的 什麼三項龍基創設獎勵 等等的 他應該議政延遲的博士 結果沒有 所以很顯一件 只突顯一出一件事情 柯文哲從頭到都知道 這個案件有問題 當下用騙的 現在用拗的 但準備進去裡面 面對檢調 你恐怕解釋都解釋不清 柯文哲這個新華城的案子 雖然檢調已經把它列為 所謂的 貪污治罪條例的他之案 可是真正關鍵的幹嘛 台北市政府 到底要不要把資料弄出來 要把事情給你清楚 第二個就是 這個最關鍵的人物彭晨生 你到底要不要一堅承擔 還是你要去推給柯文哲 那當然之前 他跟減蘇培之間 有一些所謂的矛盾 我沒有去推給柯文哲 可是你的資理行間 都是上面交代的 跟你沒有關係 你的上面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叫做柯文哲 好 那廟就在這裡 現在難道台北市政府 現在彭晨生 都已經轉變 都要跳船 然後這個跳船 這個轉變 對柯文哲非常不利嗎 是 有可能 柯文哲這最後的一根稻草 是什麼 就是蔣政府丟出來相關的公文 我問你 彭晨生 說他跟減蘇培 講的這些東西 但是真正有殺傷力什麼 就是那蓋的那個章 那個章一出來之後 人家發現說 對耶 雖然彭晨生說 我沒有說柯文哲清籤 但是是誰蓋的那個章 不是就是你柯文哲嗎 如果說這公文沒有出的話 還陷入好像 你公說公有理 婆說又婆理 簡書培講的 到底是不是言過其事 其實還不知道 沒有想到那個公文 一出來之後 不是就實打實嗎 對 從頭到尾其實 彭晨生是講的說 我們有講清潔 但是他意思就是說 誰拍板定愛 誰決定 當然就是柯文哲 而且剛剛講的 彭晨生現在的態度微妙是 第一個 他已經願意 他本來是不要去這個 所謂的市議會的 專案調小組 現在他要去了 而且這兩天 我們也聽到了消息 現在檢調單位 其實已經有動作了 檢調單位其實已經 約談了周邊的人了 大家都已經感覺到 那個殺戮的味道了 當彭晨生首先主動打電話 給簡書培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 他已經要丟爆柯文哲了 本來過去這一段時間 那個大家都沒有提到彭晨生 而且彭晨生為什麼 忽然之間打電話給簡書培 是不是看到了 所謂鄭文燦的案子 是不是發現這個鄭文燦的案子 被押進去之後 下一個大家在討論的 就是柯文哲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大家都說 那個鄭文燦被押的時候 是他生日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生日 就我們知道嗎 就昨天還前天就過了 但你要知道 彭晨生打電話 給簡書培的時候 是柯文哲生日 還沒有過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彭晨生是不是也認為 柯文哲 他可能被檢調約談的時間 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所以這個時間點 他代表什麼意思 我有意願喔 我有意願 從所謂的你們本來把我 只認為跟柯文哲 是異議我的 我現在要到議院講清楚 到議院會講出幾代表什麼意思 我願意變成證人 我覺得他在某一種程度上 是對檢調 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你如果來約談我 我會坦白重寬 而且你說彭晨生這種 就是老公務員 這種老公務員 其實他們都早就做好 防護的措施了 還記得那個李樹德 他到底為什麼 會被判一審有罪嗎 就是因為他蓋了那個章 簽了那個公文啊 結果後來他就說 上面都已經談好了 然後就蓋了這個章 所以彭晨生很清楚的知道 章不能隨便蓋 所以呢 為什麼到最後這個是 柯文哲蓋那個章 因為彭晨生說 這個東西有語法沒有據 所以呢 這個要由最高的行政首長 來開辦定案 裁量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我覺得彭晨生 真的是老狐狸 所以彭晨生那個時候 叫柯文哲去蓋那個章 他已經把責任 卸掉一大半了 是 他其實就是以退為進 以說你是最高行政首長之謎 讓柯文哲 在這個地方上劃壓 所以這個章一蓋之後 柯文哲再也逃不了 在這種情況 其實我認為啊 彭晨生某種程度上 在那個北市府期間 他應該是有點投其所好 他認為柯文哲應該是 想要跟金華真這個部分 進行某一種就是合作 但是呢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其實 他投其所好的情況之下 他又讓柯文哲 在這個公文上劃壓 所以現在變成柯文哲 你要甩都甩不掉 而且最誇張一件事情 現在被人家發出來 欸 竟然在2021年的2月的時候 誰變成都發局局長 黃一平 黃一平這個人是誰 他在2020年的8月到2021年的1月 他都是中工的董事長特助 那我請問你 中工跟金華誠是什麼關係 同一個老闆啊 對啊 所以換句話說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個老闆的 這個公司的董事長特助 在你們這個都發局 還在那邊弄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本來是這個特助 結果你突然之間 過了一個年 這個特助就變成是 你都發局的局長 而你們都發局 手上最大利益的案子 是什麼案子 金華誠 這個集團的案子啊 所以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什麼叫瓜田裡下 你現在不僅沒有跟財團切割距離 你還把財團裡面的董事長特助 讓他張開大門 讓他直接作證在你台北市政府裡面的都發局 雖然黃一平他現在出來說明 他說我從那個當初發局之後 我再也沒有去關心過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你去看我的公文 我都請假啊 我都沒有出席 都請假 他說我都請假 他說我唯一 因為你明明是都發局局長 結果這個案子你從頭到尾都沒出席 後來搞老闆錢 原來天啊 原來你就是 金華誠裡面 相關集團企業裡面 董事長特助 然後你搖身一變 竟然從利害關係人 變成是主決這個案子的主要所管 行啊是你 貴啊是你 那這個柯文哲把這個黃一平 變成是你台北市政府都發局的局長 不是某種程度上也是跟鬼拿藥鐵嗎 到現在黃一平還是 蔣萬安知事政府裡面的公務局局長 所以我覺得裡面千絲萬縷的關係 真的要出來講清楚 好 現在台北市政府回覆了這個什麼的 市議會有關於這個金華誠專案調查小組 這個公文真的至關重要嗎 要提出的兩個唯一 第一個他確定是由柯文哲親牽覺醒 第二個是他有兩個唯一 一個唯一是是柯市府時代變 唯一由民間提出來的 所謂的都市計劃變更案 第二個就是唯一由柯市府任內 這個案子還特別召開了專家學者的研討會的 老杰哥 重點在這裡 因為整個事情爬出到這裡 我們就要去追究那20%的融機獎勵 到底為什麼給很簡單 因為觀眾朋友這事情 可能對一般的觀眾朋友來講太複雜了 就是柯文哲有沒有涉嫌圖利就在於 他給金華誠最後多出來那20% 因為金華誠最後拿到了840%很高嘛 那大家就想說為什麼那麼高 不是只有392%只有560%嗎 好那倒回這個工業用地變成商業第三用地的時候 392%變560% 在郝龍斌時代的時候不能再高了 可是呢 郝龍斌認為你1991年取得用地的時候只是392% 他連560%都不給 所以呢他只是所死在392% 因為金華誠要重建嘛 他覺得說經營不散 我要蓋一個精華廣場 本來是金華誠 但是呢 柯文哲不但讓他恢復到560% 他兩階段喔 他在第二任期就是2018到202年這一次呢 他還讓金華誠他的重蓋金華廣場拿到840% 那840%裡面30%是金華誠出錢買的 我們就不講了 就講這20% 20%是市政府給他這個特殊任性城市的20%的融機獎勵 是開這個都審會做成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 把這個這很清楚嘛 金華誠是自己拆的 他並不是微老 所以不符合都根條例 所以金華誠是用民間鋼匯成在講 他自己送了個計畫以後 市政府開會 然後給他通過 然後冠軍來了 我把時間講清楚了 2021年 11月11號 那一天苗柏柏就想說 就我剛剛講的嘛 這也不是微老 這也不符合都根條例 為什麼市政府 你給他這麼多融資獎勵 要到840% 多給的這些20% 誰決定的 柯文哲在現場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網路上這個影片 對對對 就是這個影片 來導播直接來看有沒有 他問他說你看 這個又不是微老 也不是都根 你怎麼會給他 我不知道 好那柯文哲當時的說法 現在留下了會議紀錄嘛對不對 台北市議會當中 當議員詢問 為什麼給這20%的時候 柯文哲前市長 他的說法是 我不知道 但問題是現在 現在檢數肥去跟 不是好龍 對不起 蔣萬安市府調出來的資料 他講說 這個都是柯文哲清簽的啊 那你清簽的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所以給這20% 可能會有徒弟的問題 可能 我們現在不敢講死 但是剛剛那個畫面 那你既然2021年 阿苗問你的時候 你說你不知道 為什麼現在檢數肥找到了公文 裡面市政府回覆是說 是你清簽的 所以你是你清簽 清簽決心 那你既然是你清簽 你就不會不知道 因為整個市政府 柯文哲這8年 只有這個case 是由這個清花城 廠商自己送過來 要增加20%容器獎勵 另外買30% 這麼大的一個case 市長你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陳佩琪今天又發臉書了 發臉書說 大家擺到看我們好戲 近年8月6號生日 江湯長7月6號 鄭文燦生日的時候 當天被約談 就要被收押金錢 8月6號大家說 柯比你要小心 人家安然度過了 沒有錯 那麼祝福他生日快樂嘛 很簡單嘛 為什麼呢 滿65歲以上呢 現在有老人卡啊 那麼還在臉書上面呢 繼續大做文章等等啊 在調侃這個檢調單位 你以為檢調單位是吃素的嗎 告訴大家在這裡報一個料 檢調單位其實已經私底下 約談的一些人 那麼也就是說 在我們這幾個月裡面 在討論台北市 包括北市柯案 包括台字柯案 包括京華城案 那麼因為呢 要釐清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會有可能去約談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呢 在所有的人都約談幾乎完畢了以後 才會動到你 這解釋為什麼前台北市的副市長呢 突然間本來不願意去接受 議會調查角組的這個等於約談啊 現在願意去啦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要說明整個經過嘛 我在很多的節目一直講 生意人將本求利 我要多一點的 比如說京華城案840%的容積率 那是OK 但你為什麼要給他 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給他 那你給他的這個 那個理由是什麼 現在當時召開會議的 副市長彭政生講明了 那是最高行政所長才能夠決定的嘛 請問一下副市長是最高行政所長嗎 當然不是 那彭政生的意思是什麼 是我上面的人決定的嘛 那你上面的人除了市長 難道是市長夫人嗎 不可能嘛 所以到底是誰 要理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案子因為攸關到 那麼全台北市跟台北市民上百億的利益 三百億的利益 所以不用在那嘴巴啦 不用在那嘴巴說 好像今天平安度過了 沒有什麼事 柯文哲今天還故意講說 如果有事的話 去年選舉的時候都動你了 去年選舉的時候沒有人要動你 去年選舉的時候 也就是因為你要選總統 大家才知道原來你十幾年前 已經發錢在新竹買了一塊特農地 特別好的農地 卻糟蹋這塊農地不動建物 卻是鋪上了水泥泊油 去蓋成停車場 然後給這個遊覽車 給這些自小客收了錢了以後 分紅了以後卻不報稅 卻逃漏稅 所以事實上這件事情還沒有了 因為所有的一切 8月20號相關的人等 約談完畢了以後經過整理 現在確實是他治案的貪污罪的被告 但是到底最後怎麼樣 必須要由檢調單位 他們去追查了以後 認為涉案的可行性 而據我所知 已經約談的一些人做了筆錄了 所以到時候如果約談的成績夠高 涉案的嫌疑夠大 那麼隨時可能變成他治案 變成真治案的貪污被告